我说一点都不通信哪里的 我一看没办法 我说离婚嘛 他也说离就离 我们这样就去离婚了 离婚以后呢 撵他走他也不走 等于你就住在他那个 六七平方米的房子里 不是 他那六七平方米的房子 拆迁了 拆迁了 对 拆迁以后嘛 拆迁了 拆迁以后我就在我们单位 要了一间房子 他就跟着我住 我撵他走他也不走 不走怎么办 他说你看我的表现吧 求求你啊 我说你怎么这么年 我敢真受不了了 等于离了婚他没离家是吧 他没离家 我也觉得丢人 本身我走这第二步的时候 家人就说过 不能走这一步 所以你们俩等于 偷偷离了婚 对 然后呢 然后这几年 看他表现挺好的 去年他退休的时候呢 就说咱登上机器 把新房子都下来了 哪儿谁的新房 他那拆迁的房子 拆迁的房子 下来了 下来了 下来以后呢 我们就搬到新房子去啊 他就说 喝起来吧 求你了 我也没脸出去 害怕人也 喝没喝呀 去年喝喝的 喝了不就行了吗 喝了以后啊 那些老毛病啊 又翻了 我搬家搬的 腰不好 去不来床了 去不来床呢 我说住院呢 他也不让我住 不让我住 我就在家 天上高月啊 躺着 躺着我说 你去打点水 或者干嘛呢 他也不干 光去钓鱼去 不关心你 一点也不关心我 后来呢 我是给他生气啊 生气生的 我又发烧 烧得我 去不来床 我就说 你去打点水 他就懒得 不给你打气 他也不给你做点饭 没办法 他也不关心你